好 現在看到那個縮表的速度 慢過市場預期 加上債息其實都會落得幾急 其實這兩樣東西加起來有什麼啟示 首先我常常都要分清楚 就是你正在看那些東西 還有實際上的狀況發生的兩樣東西 好 讓你解讀 這一刻你說聯儲局的縮表 一個月而已 整個縮表的過程就說很漫長 那代表著什麼 這一刻可能代表著聯儲局短線方面 覺得不需要那麼心急 覺得經濟衰退風險加大了 那就可以慢一點 因為它的目的就是希望看到通脹見頂 但是問題是現在說很多數據 或者你看上個星期公佈PCE的數據上面 的確通脹見頂的可能性在增加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局勢突然好起來 不是供應鏈突然沒有問題 純粹就是經濟衰退風險 那個憂慮加大了 所以導致聯儲不需要那麼心急去縮表著 因為資金都繼續去趴下去 開始有個情況是趴下去債市 導致他們不需要那麼急去縮表著 債息反正都在回落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未來一段日子的時間 這個縮表進度 究竟會不會開始被人質疑 如果 譬如說不用等很久的 這個 等兩至三個月左右 你看到通脹真的仍然是高企不下 仍然回落不到 你可以預視發生什麼事 聯儲局不知哪位 就會去到國會聽證會上被人咬 然後就會說 為什麼縮表進度會比較慢 為什麼通脹仍然控制不到 自然之後他們不想發生這件事 就在他們去國會之前 加快縮表進度 所以你看到很短線 說著代表著什麼 其實沒有意思的 聯儲局不代表 他們那個縮表規模的時間表 是一段period的時間 純粹單看一個月 這個六月份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聯儲局縮表縮得慢了 導致資金又覺得衰退 風險大了 所以就開始流入債市 導致債息由高位回落 但是這個因素就導致 市場炒股票那邊想著什麼 很短線就是想著 既然債息高位回落的情況下 那些資金就去買回科技股 知道是很殘的股份 所以六月份你看到 美股指數就不少很明顯 但是個別股份上 都是看到低位反彈的幅度 的確不少的 但是這個就很短暫性 短暫性就不涉及 你分析是不是經濟衰退 那個實際狀況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去到中場 中線一點點 去到下半年展望上面 市場只會憂慮 就是未來縮表的進度會加快 所以你說這一刻我們只能夠說 代表著什麼 美股仍然不是一個很安全的狀況 一個走了十三年的牛市 現在開始有一個調整 比較明顯的調整機會出來 那是不是真的要阻止它調整 聯儲局是不是真的要用盡一切的方法 不讓美股向下調整 我覺得不是的 所以這一刻你說美股有時候有些問題 會看什麼 極端一點的 就是你問我 那個可能性比較大的 可能跌到一成左右 但是極端一點 或者說不排除 我們不會抹拆 可能是非常COVID的底部 就是2020年的底部 很深的調整 還有三四成的調整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如果看聯儲局的縮表 或者債息那方面 你只能夠確定 短線 這些技術反彈而已 正如幾個禮拜前 我們每個禮拜都這樣說 美股看 畫一條下降軌給自己 現在只是去到下降軌 整體的水平而已 就算突破了 站不穩 跌下去 一樣都是一個單場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 看聯儲局的動作上面 的確是未有一些很大的隱憂 即是未令到股市出現一些很恐慌性炮售出來 但是未來來說 它會有些動作出來 譬如縮表進度加快 那就可以形成一個恐慌性炮售出來 所以暫時來說 短時間會不會發生這件事 機會真的不大 所以短線你可以先炒一下上落 沒有問題 但中場線來說 我覺得這麼多東西 只是反映經濟衰退的風險 不斷地加大 即是下半年看淡這個看法 你是繼續維持著的 不會因為放完價有個分別 我正常這樣說 其實是否真的有時 6月30日一定要一刀切 你做分析系 可能大家要寫報告 即是可能要做一個下半年展望 但其實我覺得暫時來說 例如你看看第一季或者上半年 真正的轉捩點 就在烏鵝局勢發生那段時間 所有東西很多人的看法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但股市就未必在那個位置 見高位和低位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說 未來是下半年 暫時下半年的看法 跟上半年 應該由三月後開始 狀況大致上相同 但是之後會不會出現一些轉捩點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說 我給投資意見下半年 見步下半步會比較好的 目前市況是亂到七彩 有很多事情大家猜不到之後會發生 烏鵝局勢之後會發生成什麼事 到這一刻都不知道 最終結果是怎樣 所以不必要這樣判斷下半年 即是如果我還是說一些 可能是寫報告 或者說真正在機構的分析員上面 我怎樣都要做下半年的 整體指數展望的 但問題是我覺得依然不大 你看到現在坊間上面 指數展望上面 有些人還看得很樂觀 有些人又看得很悲觀 分歧很大的 你唯一可以對於省匯來說 知道些什麼就是 市場這一刻有很多uncertainty 不清楚在哪裡 你這一刻如果看得很短線 基本上投機未度一定是很濃的